其实早上的这个互动呢 让我蛮感慨的了 那我有几个想法 首先是我后来去了解一下 肖先生他的证件跟主张 花了一点点时间 看了我们的选举公报 那其实我到现在不太确定 他具体的主张跟证件 特别是他对于我的主张 跟我所提出的证件 有什么不同意的地方 有什么想要批评的地方 因为毕竟辩论就是 针对我们的愿景 有不同的想法的一个讨论 肖先生还是我们的王议元 大家在不提出具体主张的时候 不断地要求辩论 这个就很恐怕会沦为 选举的操作而已 那我们可以想象 这样子的一场所谓的辩论 会是什么样子 针对议题没有办法好好的讨论 针对我的主张跟我的证件 没有提出具体的批评 反而会有持续的口水 持续的谩骂 持续的抹黑 那这样子充满抹黑 谩骂跟口水的辩论 对我们的公共政策 对我们的公共事务 有什么价值呢 我还是希望大家一起来思考 但今天早上的这个互动 也让我想到一件事情 就是肖先生他不断地提到的是 他希望公平的竞争 我们听到的是 其中一位候选人 觉得他在这个选举的过程中 缺乏曝光 缺乏能见度 那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这一次这么的坚持干净的选举 我们不挂看板 不插旗 这除了环保的意义之外呢 更重要的是我希望未来 特别是年轻人参选都能够降低 降低参选的门槛 我希望未来的候选人都能够在更公平的情况下 一起来竞争 所以我也期待的是 未来我们台北 从台北市开始 我们的选举文化可以不断地提升 让大家都觉得 在公平的情况下一起来竞争 我完全不担心这部分 我从参选第一天就跟社会大众 特别是跟我们的选民明确地报告 除了我们正向跟干净选举的承诺之外呢 我未来问证的主轴 这次参选的主轴围绕着国家安全 提升我们经济的竞争力 都是非常具体的主张 而且每一个证件 我们都提出可行的实施的方式 在我认中 在我的眼中 这是最不确战 而且最负责任的态度 首先针对对手 给我的各式各样的标签 我想选到这个地步 离我们选举只剩十天的时间 我们只能说就随他说吧 那民进党的检讨 其实在现在代理主席的带领下 陈其迈代理主席的带领下 我们持续在推动 持续在进行 大家也知道 我们必须找到方式 来重新争取到社会大众的信任 那我们也知道我们是这个检讨过程后 其中的一个关键的一场选举 所以我们自己也承受蛮大的压力 那我希望选民们看到的 透过我们的选举看到的是一个 我们对选举文化的一个期待跟要求 希望选民们看到的是 我们对于正向选举的坚持 希望选民们看到的是 我们对政见还有重要议题的关心 那我们过去这四个礼拜 做的每一件事情 我们说的每一句话 都是希望把选举的主轴拉回议题 拉回具体的政见 也希望选民们看到我们具体的行为 我们对于正向选举的坚持 所以也要拜托大家 下礼拜天1月8号 透过我们手上的这张选票 大声的支持正向的选举 我们所有的国防的努力 就是希望台湾不要变成战场 我们从乌克兰的经验 学到了许多的教训 全民保护家园的意志力 是多么的重要 必须尽一切的努力 来避免战争的发生 所以我们需要在对手 对我们动武之前 就做好准备 我们才有机会 才可能嚇阻战争的发生 上央视或者上其他的国际媒体 我们大家共同的期待 都是公众人物 上央视也好 上其他国际媒体也好 希望我们在上这些节目的时候 都不要附和中共对台的统战 都希望维护我们的国格 我们所有的军事投资 我们的兵役改革 我们做的每一项国防事务的努力 都是希望避免战争 希望维护和平 希望让台湾不要变成战场 其实我在我的国家安全政见发表会的时候 有跟各位报告 我认为我们的国土防卫部队 应该接纳男女 应该不分性别 也不分年龄 我认为国土防卫部队的组成 应该由当地居民一起来 一起来扮演 政府所宣布的兵役制度的改革 除了主战部队之外 还包括了守备部队 那守备部队的任务 跟我之前提出的国土防卫部队的任务 非常的相似 所以我们也乐见政府 看到政府 愿意广纳 愿意接收各界的意见 我觉得这是很好的方向 那针对国家安全 当然不分男女 我们希望大家有力出力 那相关的训练 相关的训练 当然需要一系列的配套措施 除了军事训练之外 除了涉及训练之外 当然也需要创伤急救的训练 也需要通讯的训练 也需要避难的训练 这些我们很多民间团体 多年以来已经在民间推动 那我们也非常期待 政府的相关训练 不管是意味还是民方体系 也可以让更多人来参与